今天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天 我海淘的黑胶机到货啦 是一个铁三角的LP3 我研究了一下 就说什么的人都有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 我应该不会很深度的玩这个东西 我看了一下好像可以换针 针头这种会比较好 所以我就挑了一个非常入门 但是又可以换那个唱针的 哇哦 说明书 唱片店黑胶店 看一下这些什么 这是要自己组装的吗 这个是钻盘吗 这个有了 这个有中文 这个全是日文的 因为我是在日本亚马逊买的 这很划算这个在天猫上面是 3000多 打折的时候好像可以2800 然后这个我日本亚马逊买 2000块 退完税的话应该是1800左右 1700 有动吗 把这个唱头是唱头吧 插进去 然后后面去 然后要到一个 水瓶的位置 把这个东西调整水平的状态 比我想象中要麻烦很多 好难哦 弄了很久 应该现在是已经平衡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呢连接 开下来 好的我觉得我应该已经 装好了 这张太好听了 就是Ariana Garden Internal Sunshine 就是 所以我就 有了要买 黑胶唱片跟黑雕唱片机的想法 所以那就 开这张吧 因为 黑胶机没到 所以我所有的黑胶 都是一个没有开过的状态 哇 好漂亮这个红胶 哎呦 第一次用黑胶唱片机 嗯 没错 这个我先把这个针头抬下来 解决好了 就要自动 好期待 好期待 嗯 动起来了 动起来了 哎 哎 怎么抬回去啊 因为日文说明书没看仔细 所以杆子调平衡以后 转成两颗中的那步搞错了 我觉得这事应该会成功了 怎么有声音 音响忘记切换成插线模式了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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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买了个亚克力架子 还蛮好看 不到一个月就搞了一堆 有种报复性消费的感觉 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应该已经暂时收手 大部分都是原生彩胶 被迪士尼纳尼 随便试听一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